你有多久没有看过山川湖海了 你有多久没有在大自然里畅快地呼吸了 生活中我们总是向往失于远方 但无奈往往那些远方会因为种种原因无法到达 当我们无法实现旅行自由时 是否可以换换思路 来一场假想的旅行 今天海奔派成员们就将发挥自己的创造力 亲手制造目的地的风景 并带着一颗向往自由的心 在杭州实现一场假想的环球旅行 这是谁啊 我是那个修管道的 这个服装蛮适合的 那个厕所灯坏了 那行不行 太别扭了 对你对你很高 这么高啊 看你你这样小孩们看了以后 又觉得你在误导 哎为什么这么大的沙发我们要做成这样 为什么这么大 你为什么老骑我们 对我们这么大的沙发我们 我惹不起我还躲不起吗 快递来了快递来了 放门口吧谢谢 放门口吧 放门口吧谢谢 不用了 走了走了走了 哈哈哈哈 哈哈哈 哇 我哥 神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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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进请请请请 来来来 神哥 怎么样 哥你怎么突然来了 这么捧场 怎么突然来了 哈哈哈 如果这个节目特别有意思我就来了 如果你们一帮人玩的很开心 搞各种试验 什么看太阳什么的都要把你弄到天上去 看太阳就有意思了哥 对啊 我现在天天看月亮很关键 神哥走 全夜戏 全夜戏 哈哈哈 看月亮 来家人菜快递吧 欢迎欢迎 欢迎厉晨哥 来到嗨放派秘密基地 金号毛巾为你们准备了干净舒适的日游品 伴随你即将开始的嗨放 金号毛巾 纯棉科技派 与你一起嗨 你们都分好了每个人 没有完全没有 这是这一季第一次 第一次做的 一起一起一起说 好 欢迎来了 欢迎来了 来来来来 谢谢